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25日,圣诞节 首先,这里有社长李敏汪 大家好 澳洲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纽细兰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圣诞快乐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Merry Christmas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去大台梦向编辑部,还可以去二台正眼部 和三台晒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说起齐抗疫,现在天至第一号 所有人对于19的眼光都在望着英国 而且是越来越悲伤,是不是?很多 当年这个联合王国,要称BNO祖国 现在这个疫症都是非常大事了,大家看得到 因为它有新的变异 变异之后,那又怎样呢? 现在原来有很多新西兰人都跟新西兰政府 求求你提供协助,令到我们可以回归 就是要回来新西兰 其实新西兰政府很早已经讲过了 你在外边的人要尽快回来 尽快回来,但是有些人快不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叫人尽快回来的时候 尽快回来的时候是三月的事 那时候还是没有封关的 也不用,疫疫也不用的 那时候为什么疫情会爆得很厉害呢? 这边会爆得多厉害呢? 每天都百多单的,有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外边回来的人 好了,现在滞留了一年了,有很多人 其实很惨情 他滞留是怎么样呢? 一个滞留人士的状况 就是,现在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哥哥叫做 Ranko Birek 他一直都很想回家 就是回来新西兰 他有个老婆和两个小孩 他就离开了他的工作 还有跟业主说 哎,不租你这里了,租完 我回归了,拜拜 噢,扑街了,怎么知道 回不了新西兰 为什么回不了呢? 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新西兰呢 它现在,就是之前最初的时候 就是,那些隔离呢 最初就是自我隔离的嘛 它就没有严厉管理的嘛 那接着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之后呢,就全面军事化管理 那军事化管理就是怎么样? 就是你回来之前 就已经要设定一个位置 可以整个家人住在酒店房里面 住了14天 要先设定 要自己付钱的 要自己付钱,自己先设定 要先设定的 那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未来十个星期 那些可以入住的隔离酒店房 已经爆了 未来十个星期已经爆了 哇,很旺啊 但是很麻烦的 为什么其实这些东西从来都说 香港做,香港做啊 为什么香港不能做啊? 香港不能做啊,有很多原因啊 让我告诉你 现在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为什么香港很难做 其实呢,由伦敦回来新西兰呢 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 就是大概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经美国那边 那去到这个 通常都是去到这个 洛杉矶啦 就是伦敦去到洛杉矶 那洛杉矶呢 就跨越太平洋 回到新西兰的 嗯 那呢,问题就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呢 和香港呢 都停了 不准转机 那一停了不准转机呢 就少了很多机会了 因为香港呢 其实只是准有香港身份证的人 回去而已 现在都是 香港身份证的人是多的 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香港身份证的 那现在只是 香港机场呢 就纯粹为香港人服务 但是之前呢 就有转机啊 各方面的东西了 嗯 那香港现在还有没有转机呢 有些人告诉我 之前还有有限量提供服务的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 之前是有 就是可以转机的 但是 现在不准转的话呢 那就没有机位了 那 好了,你扑到机位之后呢 你就要扑这个 隔离酒店房 很多人呢 做完一样之后呢 是做不到第二样 结果又要改机票 改完机票呢 那可以讀到 有可能讀到 那些隔离酒店房的 但是 航空公司说 他们那个飞行计划转了 那个 那个 那个日程很烦的 其实绝对不容易的 现在 你如果要 离开 新西兰 然后再回来 其实不是 纯粹14天的隔离 那么简单 因为那些隔离设施呢 根本就不够的 他那个航班计的那条数呢 其实就 已经计到 就是 理论上呢 就是你那些 隔离酒店房是足够的 但是实际上呢 始终都是 是不能够百分百的 所以你说香港 有些人说 在香港实施这些全面 严格管理就可以了 你严格管理呢 就要统筹 那你一统筹的时候呢 那会怎么样呢 就好像新西兰这个情况了 因为你拿不到 那个航空公司的数据的嘛 你不知道那些人 什么时候回来 你只能知道大概 你可以问 航空公司说你什么时候想飞 但是航空公司呢 都是不断改 它那个飞行计划的 现在是 那你本来 有酒店房的情况 或者隔离酒店房的情况呢 突然之间又可能没有的 本来没有呢 又可能变有的 所以整件事是 根本是 管理是超复杂的 除非你连航空公司都管了 就是一定要规定 航空公司 一定要有 就是这个 将这个每天的航班的数据 两三个星期之前 通报给政府听 但是 这个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是不高的 除非你 好像一个内地这样的处理手法 内地就可以做得到 其他地方是 严格来说是真的做不到的 因为内地主要的航班 都是国营航空公司管的 基本上就是 最后始终都是一个 一个政府在这儿负责 是强而有力的政府在这儿负责 其他地方那些 大市场小政府是管不了这些东西的 它能够做到 可以管所有的酒店啊 那个统筹有没有房啊 那些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 就是你讀不讀的那些设施呢 因为已经不是经酒店去设计的 现在是 现在你是经过一个政府网站去设计的 那香港的情况就是 现在你去酒店自己的旁边 都是要设计酒店的 是经酒店设计的 就不是经政府设计的 就是大市场小政府 有些东西你根本做不到的 很难统筹的而且 所以有些人说抄中国功课就可以了 有些地方可以 人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的 但是香港不行的 香港太多人在外面打拼 有身份证在外面的人是非常多的 你怎么管呢 你是不是说他完全不准他们 有身份证的人回来 这个是违反人权法的 回来一定要给他回来 但是你怎么样 中间管理那里又是一个难题 不过据我所知 现在在英国都变成一个特例了 英国过来的人都好像是 现在香港说禁飞了英国 也都开始说禁飞了南非的飞机 不接待 不准下地 就是变成一个特例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新变种病毒的感染力有多强 其实跟之前武汉的情况是一样的 武汉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爆发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禁了 武汉的人来香港 或者武汉的人来其他地方 但是香港的情况也是 我觉得香港的处理手法 和澳门的处理手法 其实当时都是一致的 就是不封关 当时有很多人知道阿朵要封关 其实到了今时今日 都是有些专家出来说 封关就没什么用 实际上 封关只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安全 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安全的 其实新西兰都有封关的 之前好像二月的时候 你去过内地 它不让你入境 不知道是不让你入境还是怎么样的 总之就是 要来说就是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如果你在内地回来这里的话 那时候一月的时候应该 如果没有记错 一月已经有这些限制了 一月有限制的时候 那问题就是 好像这个病毒 不会进来一样 结果全部在外边进来的案例 都在意大利那里引起来的 基本上是这样 欧洲引起来的 我们这里 我相信纽约都是意大利引起来的 其实北美洲所发生的 大部分都是欧洲那边飞过来 而不是中国那边的 那好吧 现在在伦敦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呢? 没有工作 无家可归 那么就尽量找机位 哇!十个礼拜怎么找呢? 十个礼拜都爆了 这里那些 你找到机位 接着还要扑那个隔离酒店房 你没有隔离酒店房 就不准你上机的 就是你一上机的话 就要确保了隔离酒店房 才可以上机的 那么问题是很复杂的 就是每一次航空公司 一改那个行程的话 你又要改那个隔离酒店房 根本是搞不定的 那其实隔离酒店房的数量很多的 但是呢 爆了 多都没用的 是会爆的 那么每天 其实只有很少班机的 这里呢 就每天8至20班机的 整个国家在外边进来 现在是缩到这样的 以前呢 一天呢 都过百班机的 其实 尤其是去澳洲那些 现在是压缩到 就是压缩到没什么人去 来这里 那你才可以用这个政府 那个 就是隔离酒店房的 那个管理方法 你看香港现在有多少班机 香港其实那些班机很多 每五六分钟有一班飞机的了 并不是那些人说到 就是完全死了 不是的 那么 那么 现在就 很多人就讀不到那个 隔离酒店房 就是你讀了隔离酒店房 就讀不到机票 讀到机票 就讀不到隔离酒店房 现在很多人在这个情况 是 搞到很多人 没有办法飞 事实上 或者飞 如果你的酒店 你班机一转 你的酒店房 可能讀了 那可能又要禁止了 是啊 因为那个隔离酒店房 那个限制是很紧的 你没有就不准上机 还一定要一讀 就要14天同一间房 那么你知道 如果要这样讀 其实就绝对 要管理这些这样的操作 是绝对不简单的 有很多在英国的新生行人 就发现了 根本就 基本上是不可能找到 一条机票 是和那些 就是隔离酒店房 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你可以 那14 就是来回来之后 那14天 是有 完全一定是有14天的房 是找不到的 是那么大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你想想都知道 因为平时那些酒店房 就是你 那个flexibility大很多 就是那些人呢 很多时候不是住14天的嘛 很多时候是住两三天的 所以 你可以砌 就是酒店可以砌砌砌砌 就砌到出来的 就是总之那些房间 是可以用完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 每一个人来到一个酒店的时候 他就在那间房里面蹲14天 14天之内呢 就不准出房的 那你说哦 只是给14天他住就行了 每14天一个block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每一架飞机来的时候 那日子都是不同的 那你变成是很难管理的 是绝对不容易的 就是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是来到奥克兰之后 是要再坐内陆机去另外一个地方 有些罕有的情况之下 是非常麻烦的 那现在就是英国那边 就是那些新西兰人就说 喂 你要放宽一下那些 就是这个隔离酒店房的操作 如果不是我们绝对回不了 如果同一件事在香港发生的话 特区政府就被人召到看无缘夫 有没有搞错啊 为什么这样都回不了来啊 跟着有些大堆报纸在那里召 有家归不得 无能 暗政预防管治无能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当然现在你看到西方媒体 其实对于这些严重事件 他们自己报道自己呢 就很平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现在有其他专家 在新西兰就说 喂 还要监管得厌一点 就是因为现在伦敦这个 这样的情况 就是伦敦爆了这个变二十九呢 那应该就要再收紧 那个隔离条件 加日子 加日子之余 还有些人说呢 就索性不要给这个英国的飞机回来 其实是这样的 等同将本地的人 就是在外国的本地人 不让他们回来一样 是啊 那这个是有某程度上 是违反人权法的 但是当然啦 那些抗疫专家 就不会理这些东西的 就是那些防疫专家 就不会理这些东西的 哦 他是防疫的 你 是啊 而且现在那些防疫专家说 就要学中国了 就要呢 搭飞机之前呢 就要做核酸测试 基本上现在全世界都下疑的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很多说要做核酸测试 坐飞机之前说要核酸测试 只能 如果我的了解 只有内地和 内地和这个 澳门是要求的 其他地方没有这个要求 英国都没有这个要求 美国都没有这个要求 加拿大 就是 我觉得是越来越多 会这样 澳洲都说想 但是没有奥行 他说想 但是就 不知道什么时候 都说想的 都是 全部都是说想的 你如果要留意这件事 就是全部都是想的 只有中国做了 就是回中国 就一定要有核酸测试 如果不是就回不了 嗯 都是想的 中国内地和澳门 香港是特例的 香港上飞机是不用核酸测试的 因为要的话 就麻烦了 现在有很多 有澳门身份 有香港身份的人 他为什么可以滞留在香港的原因 就是回到香港的原因 就是香港没有这个要求 他就可以在香港蹲住 在香港蹲住 就比滞留在日本这些地方 是不是 因为日本之前 就不准没有病症的人去做核酸测试的 中国的要求是更紧张的 中国是要核酸再加血清 两样做齊 都是阴性才可以坐飞机回中国 好像澳门也是一样的 澳门和内地是完全一样 是没有分别的 在这个层面是没有一国两制 那你香港做不做得呢 香港是唯一一个剩下的窗口 就是你和西方那些规矩是接轨的窗口 那你说是不是真的可以关了它 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就是真的关了它 有些人当然说要学 抗疫困难的地方 从来都是 除了抗疫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政治问题 和实际的经济问题 还有人民的问题 看一下 如果大家今天打开报纸 上Facebook看一下 多少人去看灯色 香港不戴口罩 就是人民质素问题 无人质素问题 是 质素问题 为什么你们那些人不骂呢 只是一味说 香港政府无能 喂 我做这么多事情 叫你们去做 你们有没有人听 林郑出说有三类人 要谴责了 那些人当它耳边封 你根本 根本继续谴责政府的人 是不是想这件事 想香港复权呢 一味就说香港清不了力 因为你政府无能 sorry 不是 是因为你们太多人 不去帮政府 其实这样 是啊 那我们这些传媒 这些事情 就报道得很持平的 他就说 有些人就出来说 我不想那些人回不了来 其实跟香港的情况一样 不想那些人回不了来 那有些地方是不做这些测试的 没有核酸测试 又没有血清测试 尤其是你没有病徵的人 根本就不会给你做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你没有病徵 完全不会给你做测试 还有 就算你很简单的 我上次试试一家人去检测 我一家人 三个人在一辆车那里 他就问 因为我和我儿子都有些病徵 那我老婆就没有病徵了 那他就叫我老婆不用做 因为如果我们有病徵 都是陰的话 他没有病徵就不可能是羊 那他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是为了省回那些核酸测试 因为其实每一个测试都很贵 其实不是便宜的 是要成本的 很多地方就不让你这样做 还有很多地方觉得 有病徵的人才是最重要管理的 因为你没有病徵 理论上 你这个病毒是不会很容易传到给其他人的 因为你没有病徵 你不会狂咳的 是不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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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有些科学家当然会出来说 不会像香港那样的 他一定会找一些科学家出来说 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就是做多些测试 还有呢 用这个 安心出行 我们这里有个安心出行 我们版本的 安心出行APP 我们不是叫安心出行 但是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总之就是 Scan QR Code 出街记住Scan 无论去哪里 几短时间都Scan了它 让你可以追踪你接触过什么人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病毒已经没有了 现在当然政府就会出来说 我们还在密切关注这个海外的情况 不过呢 政府已经不再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政府不再接受媒体的访问 因为它说我们已经天天在公布消息 不需要再接受访问 免得节外生之 是啊 其实香港也是要管这些东西的 譬如那些什么专家组的人 你是不是应该接受媒体访问呢 应该是要有中央统一管理的 就是你不要说完之后 跟着人类媒体乱写 跟着你又要澄清太浪费时间了 只有指定的媒体 才可以报道这个疫情有关的消息 但是现在任何媒体 随便找个专家 说一些他们想报道的东西 这个专家说这些东西 报道不了的 报道控制不了的 香港是没有办法 外国便控制到 我给你一个例子 其实英国也控制到的 你看看英国的媒体就知道 他们在这件事上 没有试图去挑动 当地人对政府的不满 很明显的 那些写新闻的手法根本是完全不同 是主流 是主流 那当然是有些偏锋 偏锋的是会有的 但是全部被孤立 是一一偶 是的 但是一如 或者你想说的那个字 是一如 那没有所谓 总之问题就是 香港管不了媒体 完全管不了 全部都是用小报方式去经营 就是不是大报方式去做 你看看美国的大报 都没有扩插川普的 就算他抗疫那些 他只是说川普哪些事情没有做 他说出来 他不会煽动那些人去 去争那些 现在在做防疫工作的官员 没有人煽动 就是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些主流传媒 就没有人叫人去争这个包池 是川普自己叫人去争包池的 结果他那些官员 甚至那些马仔 甚至说要把包池插他之矛 结果被人大肆鞭探 骂到他飞起 是啊 那香港现在的情况是类似的 就是媒体就要插死陈兆史 他做什么都不对 他说他水贵星成王 什么都不懂 整件事很古怪 是很古怪 什么都不懂 可以清零一段时间 接着好了 现在突然之间上回去 突然之间又是他的错 清零也是幸运的 不是不会清零的 那应该要听谁说 你听这些媒体说 一时又要封 一时就说要全部封关 但是呢 就不准封我家食堂 是吧 不准有堂食 但是不准封我家食堂 然后还找个一鹿角议员 走去跟他说 走去跟他背书 香港就是一个这么堕落的城市 媒体是很堕落的 香港的媒体 理性一点的媒体少一点的人 比如你看明报 其实明报多实事求是 就是看报道疫情这方面 有没有人看 没人理他 基本上 好了 这一支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回来我再说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